这是一月最纯爱的后宫新番 男主的青梅兼恋人是位来自异世界的公主 在成年后奉命回异世界和王子结婚 于是男主就化身勇士为爱冲锋 跟着青梅回到了异世界 并敢在青梅与王子结婚之前成功抢婚 牛逼 而故事还要从男主儿时在山上抓虫子时说起 就在他即将抓到稀有独角先时 一道亮光突然从他身后亮起 男主吓得直接从树上摔了下去 接着等他感到亮光处时 两道身影从里面走了出来 男主还以为他们是外星人 然而女孩却告诉男主他是一位公主 名叫基因 并让男主忘掉他所看到的事情 而作为交换他可以成为男主的朋友 望着女孩那俏丽的脸庞 男主只觉得他的话似乎有着某种魔力 很快十年过去 男主和基因也已经升入高中 而基因也和爷爷住在了男主隔壁 每天早上都会帮男主做好早餐 然后叫男主起床 但那天发生的事情男主已经不记得 只知道基因是在十年前搬过来的 虽然基因也总是把公主的身份挂在嘴上 但男主却并不奇怪 毕竟每个女孩都曾幻想自己是个公主 可就在这时基因却看着男主发起了呆 牛逼吃完饭后 男主和基因也再给爷爷打了招呼后 便一起上学去了 路上男主看着基因脖子上的戒指 不然回想起了基因儿时的话 这是基因也注意到了男主的目光 于是便告诉男主 自己当时只是开个玩笑 这戒指可不会给他 男主想想也是 毕竟那只是小时候的事情 而在学校里 基因也都十分羡慕男主有个这么漂亮的青梅竹马 眼看男主这么不争气 基因也是恨铁不成钢 警告男主他们关系不可能永远这么好 毕竟明天就要高中毕业了 这时基因给男主发来短信 想约男主晚上一起去逛庙会 到了晚上 基因也早早换上和服等着男主 基因也没想到 男主今天居然这么直白 于是赶忙心虚地转过了头 接着两人在逛庙会时 基因突然说他小时候在逛庙会时经常迷路 所以男主一直都是拉着他的手的 虽然男主也听出他这是在暗示自己 但他现在却已经没那个允现 这时基因目光被一堆可爱的烤肠吸引 而男主也果断给他买了一根 看着基因心满意足的样子 男主也回想起了基友的话 就在他准备告白时 基因又被气枪摊位上的一个娃娃吸引住了 于是男主果断让老板给自己来一发 牛逼这都能打中 逛完庙会之后 两人又一起来到了山顶 男主眼看气氛不错 也决定此时向基因告白 然而他话还没说出口 就被烟花声给打断了 无奈男主只好暂时放弃 和基因一起欣赏起了烟花 然而这时基因却开口了 牛逼接着基因告诉男主 他要去的地方很远 所以两人以后可能永远都见不到 而且明天就会出发 男主本想说些什么可最终 还是没有开口 到了晚上 男主躺在床上伤神时 窗外突然亮了起来 看着不远处那熟悉的光芒 男主突然想起了那天晚上的事情 于是赶忙朝那里赶了过去 而基因也早就猜到男主会回想起来 正在传送阵外等着男主 接着他告诉男主自己要回去结婚了 因为身为公主这是他的使命 说完便朝传送阵里走了过去 而不舍得男主也赶忙追了过去 但基因身影已经消失在了光芒之中 男主犹豫片刻之后 果断朝传送阵中冲了过去 而男主过来之后 直接就到了教堂 而且婚礼也已经进行到了交换戒指的阶段 这是一只怪物冲进了教堂 男主直接就懵了 而怪物正是冲着基因来的 原来他脖子上的戒指 名为光之介 在结婚之后可以赐予男性光之力量 使其成为指环王 而这些怪物就为了阻止指环王诞生 一直都在追杀基因 所以基因的爷爷才会把基因藏到另一个世界 等到可以结婚的年龄才带他回来 可没想到怪物竟然在这时出现了 说话间爷爷就被怪物给打飞了 爷爷自知不是怪物的对手 于是赶忙让基因为王子戴上戒指 眼看一个是第一次见面的未婚服 一个是相识多年的青梅竹马 基因果断就选择了男主 然而砍死怪物之后 男主却虚拖地直接晕了过去 等男主再次醒来时 两人就已经到了婚房 而如今两人也算是夫妻了 因为在这个世界的规矩就是 戴上戒指就是勇者 做了契约之吻就是夫妻 而对于两人的婚事 王子也没有什么意见 反正结婚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不论是男主还是他 只要有勇者出现就行 接着老灯带着男主和精英 向全国子民宣布了新界王的诞生 牛逼然而到了晚上 怪物却再次出现了 想要再见王还没成长起来时 将他扼杀在摇篮之中 而男主也是个真男人 主动拿起武器承担起了责任 老灯也向男主做了说明 表示光之戒还叫做破血之戒 可以为男主拿到的所有东西 附上驱魔之光 就算男主拿根树枝 也能变成能足以打倒一切深渊魔物的最强王 男人获得一种特殊的能力 只需要戴上传说中的戒指 就可以成为指环王 为此背负上拯救世界的使命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还有四位妹子在等着他去拯救 可如今却面临被魔物入侵的窘境 男主非常疑惑 之前稍微发力就晕倒过去 这次连续消灭三只魔物 不仅屁是没有 还感觉全身充满力量 究其原因是女主刚才献上的吻 而她的能力是根据夫妻之间的情谊决定 爷爷让男主先别得意 以她现在的力量估计也撑不了多久 但无需担心她会在一旁打辅助 突然一股强风吹来 更强大的魔物随之出现 爷爷认出那就是深渊王的启示 刚想要让男主停手 只见男主举起武器冲了上去 不出意外 仅是一招就将男主打飞 多亏戒指的能力只受到轻微伤害 眼看事太不妙 爷爷给出的建议是走为上策 还没跑出多远身后的魔物就追了上来 显然是畏惧指环王的力量 为此想要将男主扼杀在摇篮之中 爷爷使用魔法拦截给男主创造逃跑机会 转过头才发现独眼怪已经等候多时 男人介绍自己是邻国的二皇子 告知男主王都已经被魔物入侵 他们的目标就是男主和他手上的戒指 想要除掉他就必须拥有光之剑 现如今男主的实力远远不够 因此需要集齐另外四枚戒指 这一刻男主大脑直接当机 也就是说必须和其他四位公主结婚 才可以成为当之无愧的指环王 虽然男主可以收获快乐 但小姬听后心里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在正式启程之前 爷爷说明男主身上需要完成的使命 很久之前深渊王企图将世界毁灭 因此许多国家在此之间消失 指环王为了拯救世界 创造了五枚注入五行力量的戒指 在经历长时间的死斗 终于将深渊王干掉并且封印 后来戒指被后宫团 分别带回自己的国家世代传承 也就是说男主必须走一遍前任指环王的路 回到房间内小姬虽然心有不甘 但拯救世界是男主如今的使命 声称他们的婚姻只是走个行事 突然男主感觉身上传来一股巨痛 当小姬脱下男主的衣服 见到后背早已大面积受损 将一切责任拦在自己身上 当时就不该脑袋一热选择男主 难以原谅自己便跑出屋外 等男主追上去却不见踪影 正巧遇到在一旁散心的二皇子 他清除指环王和公主背负的使命 无论谁来了都无法承受 并向男主表示感谢 如果不是他勇敢追求真爱 可能现在发愁的就是他了 而且对男主这种人非常敬佩 为了真爱而放弃原本的生活 可不是嘴上说说就能办到的 随后在河边找到女主 此刻男主终于鼓起勇气大声告白 可以想起男主会成为指环王 就必须迎娶其他公主 心里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痛 为了身上背负的使命 还是下定决心做出改变 已经不在乎这种形式婚姻 而是成为真正夫妻完成使命 随后来到下个王都风之国 不晓得这个国家的精灵公主为人如何 紧接着看到公主在王座后面微微缩缩 似乎对他们充满戒心的样子 本以为是个性格胆怯的公主 却没想到下一秒直接口出狂言 打托 寻言 ノート 打托 玷珍射 shei 伙装 门 B 宇个 读言 当一根筋的男主遇上魅控大舅哥会发生什么 而且这颗大白菜还是一个射恐精灵 乌男寡女共处一事 她能吐男主一身 然后就顺理成章坦诚相待 男主为爱莫名成为拯救世界的希望 上来没有丝毫铺垫就说自己是界王 言外之意就是要拱拥有风之界继承权的精灵公主 不仅吓得精灵公主落荒而逃 更是被大舅哥送进牢房 只因精灵大舅哥是个十足的魅控 他妹妹才54岁 怎么可能让一个莫名出现的界王就给滚了 至少得再等个八十年 等他妹妹再长大一些 男主听到这话人都傻了 八十年后他都成河了 可认他如何挣扎都没用 大舅哥根本不听 非要关他八十年不可 至于什么深渊之王 他才不在乎 只要外面的风暴屏障还在 精灵国就不会被攻破 就这样 男主被整整关了三天三夜 就在他饿得不行时 一个精灵长老现身牢房问了他一个问题 他成为界王是为了获得强大的力量拯救世界 还是为了将五位公主收入后宫 男主虽不知他是敌事人 但还是说出自己成为界王只为小记忆人 也是为爱追到这个世界的原因 他的回答让精灵长老很是意外 同时也十分欣赏男主的耿直 于是他打开了牢房里的秘密通道 这条密道直通精灵神殿 而风之介就在神殿石像的手上 精灵长老想让他去取 可这时却有一团东西正在朝石像靠近 俩人只能先躲起来静观其变 只是让男主没想到的是 那团东西竟藏着精灵公主 看着现身后闪闪发亮的精灵公主 男主的眼睛都直了 这未来老婆也太漂亮了 而精灵公主来此的目的是向石像祈祷 说明前几天星界王到来的情况 他在犹豫要不要协助星界王 听到他对石像的称呼 以及精灵长老的解释 男主才知原来这两尊石像是自己的岳父岳母 他们以身化石 利用风之介的力量造就如今精灵国外围的风暴屏障 为的就是守护精灵国不受外界侵扰 男主一时被惊到了 不自觉发出惊呼之声 结果就被精灵公主给发现了 精灵公主作为一个家里蹲 别说与陌生人交流了 见到男主这个上来就要占有自己的星界王 他二话不说直接晕倒 好在男主手机很快 精灵公主这才没有直接摔落地面 精灵长老对此也是十分无奈 听到有卫兵发现这里的动静 他赶忙带着男主去往自己的房间避难 大舅哥得知自家妹妹莫名失踪 立马派人寻找的同时 他来到关押男主的牢房 不出所料 男主果然不见了 就在他准备大发雷霆时 精灵长老又出来添了一桶油 说他妹妹与男主两情相悦私奔了 大舅哥自然不信 妹妹设恐他是知道的 怎么可能和男主这个陌生人私奔 智商上线的他 很快就想到肯定是被精灵长老藏了起来 他立马带人前往精灵长老的住处搜查 与此同时 看着还在昏迷的精灵公主 男主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想到精灵长老让自己拿下他的话 男主立马晃头让自己清醒观 而也就在这时 精灵公主醒了过来 在看到男主这个意见来的陌生人后 设恐的他当即就吐了出来 然后俩人顺理成章坦诚相待 而且精灵公主也不再排斥男主 甚至是主动了解男主原来的世界 在他的想象里 另一个世界是充满魔物与危险的 可男主却告诉他那个世界很和平 更是没有他想象的那些种族 而这也勾起了他的好奇 从他懂事开始 就没有怎么出过房间 对外面的认知也都是从书籍里看来的 虽然他还有些惧怕男主 但也希望他有一天能带自己出去 见见外面的世界 男主在大宝掩服后也没有拒绝 而也就在这时 大舅哥的声音在外响起 于是俩人赶紧穿好衣服出门 看到精灵公主躲在男主身后 不仅小鸡酸了 大舅哥直接怒了 不管妹妹如何解释男主不是坏人 大舅哥就是不幸 难道你忘了与父母之间的约定吗 听到这话的精灵公主不再多说 只能走回哥哥的身边 男主见此也没有阻碍 大舅哥本想将他这只猪扼杀在菜园外 却遭到精灵长老的制止 好歹男主也是拯救世界的界王 精灵国不协助就算了 也没资格对他这样 无奈的大舅哥能怎么办 只能警告男主不要再靠近自己的妹妹 然后带着妹妹信信离去 事后男主等人才从精灵长老口中得知一切的原理 原来精灵国曾经还有一个大公主 本是继承风之界的首选之人 但偏偏喜欢上一个外来的人类 结果不出意外遭到所有精灵的反对 之后那个人类男人就消失了 从那之后就流传出两种可能 一是被赶走了 二是被杀害了 不管是哪一种结局 精灵大公主都无法接受 悲痛欲绝的他留下这样一个诅咒 让精灵国被深渊吞噬吧 让封界公主断绝传承吧 而由于精灵几乎没有大限 很多精灵族人担心诅咒的应验而搬离这里 设为继承风之界 也就是现在精灵公主的父母 他们也怕女儿遭受无望之灾 这才牺牲自己在精灵国外 为弄了一层天然风暴 这也是精灵公主变成射恐的原因 所以男主想要攻略她难度很大 Neptorree iti是 不能在永久活里 心留着 chron度怎么 by 身体 pun下ktor 怎么说奶奶不离 可以吗 between berry 我们在封是 我们找完 拜拜 我认识的是君子 我认识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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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人 我爱你 我爱你